大家好 就是 我叫Done Energy 就在開始之前我先做一個快速調查 請問大家有 聽過DarkDB的可以舉手嗎 非常多 那有真的用過DarkDB的 就可以舉手嗎 希望今天結束之後 所有人都會開始想要用DarkDB 那就我們 就我們就開 開始今天的talk 就我今天的標題我本來叫做 就是你終究是要學SQL 那你為什麼不一開始就用DarkDB 就你知道 這是什麼 這是來自一個廣告 大家知道這是什麼廣告嗎 好看來大家好像不知道 所以我就知道就要講一下 就有一個Scooter廣告他就說 你終究是要開歐洲車的 那你為什麼不一開始就開 所以就是 就是 我的那個前面的介紹其實也是在講 就是 其實SQL是一個 我覺得投資報酬率應該就蠻高的 就你只要學一次 就是了解SQL背後的概念 你其實可以運用在很多的 資料庫上面 那我覺得就是 以DarkDB來說他學SQL是非常方便 而且是 會讓你體感非常好的 就我們繼續看下去 然後 最後 這是最後會callback的 就是 我認為 DarkDB應該會是大家 一直很想要的一個Database 然後我自我協調一下 就我叫 就我在網路上大部分都叫 都叫那個 Done Energy 然後就我之前有在那個 就是Airflow講過就是 DarkDB跟 DarkDB的在Python上的使用 然後 其實那個 Airflow他背後有一家公司 叫做 Extronomer Extronomer 其實他其實有一篇就是 他有一篇官方文章 就是在說就是 要怎麼結合 就是Airflow跟DarkDB 來做運算 然後我覺得 那篇文章也相當不錯 就我等一下可以貼在那個 HackMD上面 好 今天開始 因為今天我要投影片還蠻多 所以我先 直接講結論 就是大家 只要記得這個結論 我覺得今天就很值得來回票價 就結論就是 如果你有在用JQ 你就可以考慮用DarkDB 如果你有在用Pandas 你就可以考慮用DarkDB 如果你有在用Postgres 你也可以考慮用DarkDB 你有用SQLite 你也可以考慮用DarkDB 那這背後的那個考慮 到底是考慮什麼 這就是我今天這個talk 就會講清楚的事情 就是 在什麼樣的情況下 用DarkDB 是一個很適合的選擇 就我今天 就希望我可以講清楚的事情 好 那假如用一句話 來形容DarkDB的話 他 就是 基本上大家都會這樣形容 就是 SQLite for analytics 很想 因為DarkDB 其實他也很直觀 他就是一個Database 那 他 他對標的 就跟他相似的Database是什麼 就是SQLite 那為什麼後面 要加這個 for analytics 就是因為 傳統的Database 有兩種workflow 一種是OLTP 一種是OLAP 那OLTP 你可以想成是 就是 假設你現在是一個 電商網站好了 你 日常客戶 他去 購買 單筆訂單 或者是查詢他買什麼訂單 所以他通常都是 讀一點點 寫一點點 然後 這種情況下就是 index會發揮 就很大的作用 所以 這就是傳統 OLTP的 workflow 那 SQLite他其實 是 在 SQLite他其實就是一個 比較專注在OLTP的 workflow的Database 那 Database 就他後面 這就解釋了為什麼 後面有這個 Analytics 因為 所謂的OLAP 他其實就像是 那個電商網站 他 他們的 資料分析師 他想要知道說 就我下一季 我想要預測 就是 上一季 哪些客戶 上一季 男性客戶買了什麼東西 他下一季會買什麼 這通常要讀 就是很多的資料 然後做一些 就是aggregation 然後才能 發揮就是 資料分析的作用 這就是OLAP 這個workflow 那DuckDB他就是一個 呃 在OLAPworkflow上面 優化的SQLite 那有意思的事情是 這是一篇那個 2022 VLDB的文章 VLDB是 Database裡面 就是最好的幾個 conference之一 那 這一篇文章他其實要做的事情就是 喔 呃 SQLite 呃 他們跟DuckDB之間的 呃 他 他其實想做的事情是這樣 首先我們先看 就我框起來這個人名 這是Retra Hip Retra Hip 他就是 那個SQLite 一開始的 那個 那個 Creator 那他也參與了這篇論文 所以這篇論文是很有參考價值的 他們要做的事情就是說 呃 我要怎麼改善SQLite 讓他可以在OLAP上面表現 追上 BagDB 然後他們就做了一些 就還蠻有 蠻有趣的研究 就有興趣的人就可以去看一下這篇文章 那他上面其實他們其實 SQLite 呃 其實這樣講應該是可以接受 就是SQLite官方團隊他們也是認可 就是DuckDB SQLite for analytics的 的這件事情 好 那 呃 稍微介紹一下DuckDB是什麼 那就我們先 呃 回到一個就是可能 大家日常會用更多Database 就是 Postgres 大家都知道Postgres就很強大 而且Postgres他可以處理很多的 他可以處理很多的那個 資料的資料的format 可以有CSV啊 可以有JSON啊 可以有Parket啊 是非常好用 所以就是 至少我是很很愛就是Postgres 那 另外一個東西就是 大家 請問大家有在用 AWS3或者是相關的服務的 就可以 就可以舉個手嗎 其實也蠻多人用的 那 AWS3 他一開始 那個 Bezos給他們的 那個 任務設定就很明確 他就做一個 mail maillocate for the internet 就是 maillocate就是一個 那個 11元裡面的一個 就是 allocate memory的 那個 呃 的標準函式 那我認為S3 他其實 他現在是一個 基本上是一個 blob storage的一個 事實標準 那 他其實也做到這件事 這是 所以 前兩天的文章 他就是說現在 S3 每天要處理 1億個 request per second 然後他總共 handle的資料有 228 的trillion trillion trillion應該是造 所以簡單來說就是 S3是處理非常多的 就大家其實都會把資料 往S3上面丟嗎 就是一樣的 就 v很愛 v很愛 s3 然後那 呃 講到s3 就是clownfair他有提出了一個 提 提 提供一個服務 叫做r2 r2其實就是想要對表 s3 你自己講 s是r的前一個字母 然後2又比3 又少1 簡單說clownfair r2 就是他要提供一個 就是 更簡單更容易使用的s3 那 就我講了s3 就是講了postgres 就是到底要幹嘛 跟今天的主題是 是有什麼關係 就想問 在座各位就一個問題 就你們多少 就我們剛才講了嘛 postgres是有 是有很強的分析能力 就他seql 的方言非常豐富 然後支援的類型也很多 他可以處理的檔案格式也非常多 那假如我現在我已經有一個csv 我有一個json 我有一個parquet 放在s3上面 就是我想用postgres去分析 那現在給你一台新的電腦 你們大家有辦法 就是自己有辦法 不管你用dark或什麼之類的 你有辦法加一台postgres 然後分析你那個在s3上面的檔案的人 就可以稍微舉手 蛤 可以吧 大家都可以辦到吧 大家 好我就當做大家害羞 假設所有人都可以 但是你們都可以做到這件事 但你們有辦法在3分鐘內做到這件事嗎 看來 就是我想應該是非常非常那種 超級熟練的 才有辦法在3分鐘內 就架好一個新的postgres 然後分析他在s3上面的檔案 這是一件 就 感覺是要花 一個工作天 甚至一個上午一個下午的事情 就架環境的痛苦大家都知道 或者是你有一個新的替代的選擇 就是 DockDB WebAssembly 這是 呃 就是 沒有直接demo好了 就是你可以用 DockDB WebAssembly 3秒鐘就 搞定一個環境 讓你有辦法分析你在s3上面的 parquet csv json 那怎麼做呢 就是 證明真的只要3秒鐘 所以我重新點開 欸 這一個DockDB他現在已經跑在一個 你 我剛開起來的這個分頁裡面 那 那他真的可以分析嗎 欸 那我們要試試看嘛 對不對 那 那 就 現在 這句query其實就很簡單 就我有一個 R2 欸 就是其實大家都沒發現 就我的bucket叫做 R2-Dock2 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就是R2-D2是什麼 就是 大家都沒發現這個彩蛋 所以我這次我要特別講一下 就是我有一個 R2-Dock2的bucket 他上面有一個csv 那我想快速的分析他 就有辦法辦到嗎 就真的3秒鐘就有辦法嗎 答案是可以的 這是我剛才開起來的 就是 DockTV就web升過你 就他現在已經 有辦法把你的 資料 從S3上面讀到你的分頁 就你已經可以開始分析了 那 真的是這樣嗎 真的我們沒有作弊嗎 那我們再做多一點事情 對這個 我在 對我的bucket上面的資料 開始做 多一點分析嘛 就是 呃 剛才可以看到就是 其中一個 就是 DockDB的其中一個語法 就是你可以很快的分析 你在S3上面的資料嘛 那但是因為 每次都要打那麼長的網址 我還是覺得就有點太麻煩 那我們來試試看就是 大家都很熟悉的 SQL語法 喂喂喂 OK OK 這是 現在 現在一個叫做 R2 Weathers的 資料表我已經create 在這個 DockDB中了 那真的嗎 那我們來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就我剛才其實是從 我剛才新建的那個表開始 去把我的 Data Query出來 那 大家可能覺得很奇怪 這個是哪裡來的 SQL語法 就為什麼這樣就可以 這也是 DockDB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有提供了很多 很棒的 query syntax 就你只要寫from 然後還有table的名稱 他就等於說是 select star from 那個table 你的selectstar這件事是可以 是可以省略的 那比方說我想要 limit 10 一樣的就是 現在我就 這樣 因為太多 太多colors 就只要 看10個我簡單看一下這個表 這是非常方便的 語法 那我們看就是 就我們還可以怎麼分析這個資料嗎 首先就我先 首先我先 說一下這個資料集是什麼 這資料集是 那個NY taxi上面的一個 的一個 的一個 的一個單表 它是那個 Weathers的這個 這個表 那這個 這個表它就是說 它在一個 紐約的中央公園的 天氣觀測站 它每天它會去測就是 最高溫度是多少 然後 那個 積雪多深 然後還有風速跟降雨量 就是 這個表 那 像我們 像我想 對這個 對這個表我想知道說就是 呃 那這個觀測站 它歷年觀測下來 每年 每天觀測到的 平均最高溫度是什麼 這很直觀 就是 就我們就寫一個 SQL query 所以就來分析我剛才建的那個表 所以它是真的可以跑 你 你 你真的花三秒鐘 你就可以 起一個DarkDB instance 然後你可以 分析你在 那個 S3 compatible 的 的bucket上面的 的csvpar 可以json的資料 那你可以用 SQL來 對它做 aggregation 或者是 所有SQL的運算 你都可以對它做 而且看起來它的速度是相當快的嘛 對不對 那現在我們來算一點 稍微比較 困難一點的 困難一點的 呃計算 就是 這邊有用過Windows Function 就可以 就可以舉個手嗎 OK 這個比較多人 那 現在我想算的是 它 每天 每 每七天的 最高溫度的 平均的 Average 那真的有辦法跑嗎 等一下它會跑得那麼快嗎 因為 因為就我現在 就我現在那個Limit20 所以它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從 1月1號算到1月20號 每七天的平均溫度 就其實也就是這樣算出來了 那一樣就我們再看一個比較困難一點 比較特別一點的query 就我想知道說 呃降雨量小於0.1到0.2 我有點忘記那個單位是什麼了 跟降雨量大於0.4 就是 那些天數的平均溫度是多少 有人有辦法用一個SQL query 然後不用任何的 CT或是sub query 就寫出 這個問題來嗎 大家可以先想一下 我 我讓大家想3秒鐘 好 好 就是 DackTV它其實提供了一個 呃 這其實是 那個標準SQL 它有一個 它有一個class叫做filter class filter class在做的事情就是說 喔我在同一個SQL query中 我有不同的那個 呃 Aggregation的條件 就像我剛才講了 我 降雨量大於0.4的 天數 我 就我想算一個 那我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Aggregation的條件是我想要 呃 降雨量 介於0.1到0.2 那其實 DackTV就有辦法幫你 DackTV支援就是filter class這件事 好 所以現在已經簡單的示範一下就是 真的是非常容易非常輕鬆 你就可以騎一個DackTV的instance 然後來分析 就是你在 呃 SN上面的資料 那其實 任何SN的資料 或者是 你本地的資料 其實都可以 這麼容易的 在DackTV的webassembling上面 這樣分析 那接下來我們要講一點 就是比較魔法的 魔法的地步 就是 呃 既然DackTV支援SQL 那他支援的SQL的 Dialet 他的方言是哪一種 因為 SQL是很 呃各家都有各家的 呃自己偏好的 自己偏好的語法嘛 那 DackTV他 呃 大家可能看到 大家猜一下DackTV的 Dialet 大概是 哪一個嗎 你要猜猜看嗎 好沒有 他比較害羞 那DackTV他其實支援的是 他 他是 他DackTV大概是從2018開始的專案 他一開始就是完全基於 Postgres的 那個 Flex跟YAC去改的 所以說 現在ChatGBT很好用嗎 其實我剛才我生成那三個的例子 其實我是丟 就是我就問ChatGBT給我一個 這三個 Postgres的SQL的例子 所以 所以假如你遇到了 就你開始使用DackTV 就你不會用 其實你可以說 就是 其實你幫我寫一個Postgres 類的方言來分析 那你可以預期就是DackTV他可以 用Postgres的SQL去分析一個資料 而且 跑出來的結果要跟 Postgres一模一樣 然後如果是Aggregate的話 那我們預期他會比 Postgres還要快一點 然後就我剛才為什麼要說就是 DackTV是 那個 Magic 就是有人有 講一個 算是一個 就一個梗啦就是 那個 之前有一篇很紅的文章叫做 就是Google他是沒有護成盒的 然後什麼 OpenAI也是 然後有人就說就是 DackTV也是一樣 就是他叫 Just a rapper around magic 那 這個就是說 就我們竟然可以用Postgres的 Postgres的方言 然後來分析一個 S3上面的資料 而且就是我根本不用 騎什麼 去架環境啊什麼之類的 我就打開一個網頁 然後打開一個網址 我就可以開始 開始分析了 然後如果大家對剛才的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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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Assembly就有興趣的話 就是可以 那個 最近有一個 DBT的剛結束的活動 就是 G0V的發起人 Ciel高 他有講就是 怎麼用 DackTV就是WebAssembly 喔 他是講DackTV跟DBT啦 但是他也 非常喜歡就是 DackTV就是WebAssembly的 使用 那假如你想知道更多一些關於 就是 呃 DackTV SQL的一些 畫師技巧 我有講過一個 呃 Less的Talk 都可以在 喔我記得這兩個影片 現在都可以在YouTube上面找到 就是 沒關係就我投影片 等一下之後會分享給大家 大家可以 上YouTube去看一下就是 DackTV的SQL還可以怎麼用 那 呃 可是我們今天我們的Talk是 就是 先講 先講就是 那除了 DackTV看起來 好像真的蠻好用的 好像真的蠻輕鬆 那他是真的經過Battle Tested的嗎 他真的有真實業界的人 在用DackTV嗎 有 Google有一個專案 他叫做Malloy 那 Malloy他其實是一個 那個 Lucas Studio他的CTO 他現在 人生下半場 他在專門在 呃 在做的一個語言 就叫做Malloy 然後Malloy用了 DackTV也是 呃 Malloy也跟DackTV非常緊密的結合 這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就是 呃 Meta裡面 他們有重新寫一個 那個 那個Velux的一個 算 的 這應該叫做 呃 Database的那個Executor 那 Velux他是用DackTV來驗證他 呃 所有執行的結果 也就是說 他是 他想要看自己的那些 算子鞋對不對啊 他是 他是 呃 某種程度上是用DackTV來 驗證說他的開發正確性是不是對的 然後還有Airbnb他們在他們的 CICD的Pipeline中 他們也用DackTV來 生成Parket資料 然後還有他們的那個 他們也用DackTV來做SQL的 那個Unit Test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大家最近可能 比較 呃 這比較熱度一點就是 HoggingFace HoggingFace 現在官方就支援你在HoggingFace上面 用DackTV來分析 在HoggingFace上面的資料集 而且HoggingFace他們也 呃 DackTVFoundation 就是 就是 這個 之後再講 之後再講 然後那 有沒有離我們更近一點的例子 那我相信就是大家會來聽這個talk的 就是 多多少少可能都有聽過就是Mosky 那Mosky他其實 他最近在使用DackTV之後 他也覺得就是 DackTV非常好用 他可以 一來他 他很 他在Python裡面 可以很方便的使用 他很來位 他速度很快 然後 你可以 你可以用Sequel就來分析你的資料 然後 他算是 Pandas的另外一種替代品 那 除了 Mosky前面的Twitter他有講到說 就是 他 他更偏好用 Sequel來分析資料 而不是用 Pandas來分析資料 那 呃 Pandas 這一個人他叫做Wes McKinney 他是 Pandas當初的 Creator之一 那他其實他有寫過一篇文章 就是說 他 覺得Pandas當初他在設計上 可能有一些 缺點 那 他 他知道這些缺點 因為畢竟就是他做出來的嘛 那大家 也很推薦大家去講這篇文章 那 他裡面文章中大概有講了10個缺點 那其實我認為就是 呃 那個 結合Arrow跟 Arrow就是他後來去做的專案 但我們今天要主要講的是 那個DarkDB 就是如果 能 能 用DarkDB來Curry Arrow的話 那 他沒有講 但是我覺得 就是他列的那10個Pandas的一些 呃 設計上的不足 用Arrow加 那個 DarkDB可以 我覺得幾乎算是解決他提到的那10個痛點 那 我就想請問一下 就是 大家 大家都有用Pandas吧 有用Pandas的就可以舉下手嗎 幾乎 這就 大家就很多人用 那 有用Pandas 而且有在Pandas裡面遇過MemoryArrow了 就可以舉個手嗎 幾乎相同的人 就是 Arrow其中 呃 Pandas的其中一個 呃 不足就是他其實 呃 呃 West McGinney他在他的Talk裡面有講到說 呃 他那篇文章裡面有講到說 他有一個Rule of Sum 就是 有一個經驗法則 就是你大概要 呃 如果你要Pandas 你要用Pandas來運算你的時候 你的 電腦的Memory大概要是那個 資料級的 我記得是5倍啦 但我可能 但有記錯 但是他裡面是有 提供他的經驗法則的 那這也是大家常常會遇到Memory的問題 因為 你就是要 完全的把 你的資料級 轉成Pandas的格式 塞進Memory 他才能運算嘛 那其實DarkTV 他的Streaming Engine 他可以 某種程度上很好的 呃 克服 就是MemoryArrow這件事情 那 除了 使用DarkTV 來 QueryArrow 或者是Query前面那些S3的檔案 他是 呃 就很輕鬆很方便使用嘛 因為DarkTV他其實也非常快 這是 就是 有一個Pandas的 呃 替代的 替代的Library 叫做Pollers 請問有聽過Pollers的 的 聽眾可以舉下手嗎 喔 其實也蠻多的 那 這是Pollers他做著 自己親自做的 Benchmark 就是其實還蠻公正 因為是 不是DarkTV自己 自己 的人來做的嘛 那 欸可以看到 Pollers是紫色的 然後DarkTV是橘色的 就是 越低是越好 就可以看到就是Pollers跟DarkTV 他其實 在 跑 那個Pollers做著跑的Benchmark中 他們的表現是幾乎是相當的 而且 就是 就只要證明就是DarkTV是非常快的 那真的嗎 一樣嘛 就我們來 就我們來 Live Demo一下 那 就我剛才說DarkTV很輕易使用 我可以開一個WebAssembly 就 就跑起來 那他在Panda時鐘 就 就 就這麼簡單嗎 欸其實也非常簡單 就你只要打開Google Collab 而且你也不用 Pip Install 你只要 因為 現在Collab已經有 那個 Pre-Install的DarkTV了 所以你就 importDarkTV 然後 跑一些就是 等一下會需要用到的套件 然後你就可以 跑 剛才一模一樣 我剛才 一模一樣 我剛才在前面示範過的WebAssembly的 在WebAssembly裡面 跑那些Query 他其實在這個Collab裡面 他就可以跑 好 遇到一點問題 但我們先不要解決 這沒關係 這個Collab 我等一下也會 提供給大家 然後 然後 這是我 那個Collab 這是我貢獻的DarkTV的 其中一個功能 然後 這是我貢獻的另外一個功能 這是我剛才在那個 那個Collab裡面 都會用到 那 那 除了剛才 痾 痾 前面講的那些 那些公司啊 跟 那些 痾 跟那個Moskey他沒有使用 那真的 真的 真的有 其他人在用DarkTV嗎 那其實 這是那個 這個網站叫做 Pypi Statistic 他就是可以看 就是 痾 到底有多少人在用那個 Package 現在 每個月 大家 就是用 Pip install DarkTV大概是 一百 一百四十九萬左右 那 這在 兩個月前 就我在Airflow上面講 那時候才 大約一百萬出頭 所以 DarkTV的成長是 還蠻迅速的 而且也 更多人使用DarkTV 在Python的 環境裡面 好然後 然後 最後 就要講一下就是 那個 就今天還是要講清楚 大家可以 什麼時候要考慮 考慮用DarkTV嗎 那可以考慮用DarkTV 就像我剛才講 你有一大堆的 那個 Aggregation要算 然後 痾 沒有 沒有要處理很多的 那些 那些 Concurrency的 Rig跟Rig 那我覺得DarkTV就是一個 很適合的 場景 那 因為我們知道嘛 其實很多 Android的背後 他們都是 Tread-off 就是 之所以 DarkTV會比較適合 用在 那個 Aggregation 而且它可以跑得非常快 是因為它就是針對這些 場景去做優化 像是它是 Colonel Store 然後它是 Vectorized Processing 然後還有一點比較特別 就是它用的Index 是 Reddit Tree 而不是以大家 比較熟知的 B-Fast Tree 那 這個場景其實都 比較適合在 Memory 讀裡面 而且它的Memory 的Fullprint 是比較小的 然後最後就是 DarkTV是一個 C++寫的專案 然後就像我剛才講 它是一個基於 Postgres 方言的一個 開始的一個Database 那 這是它的一些架構的 概觀 然後最後就是 再 重複一次結論 就是 如果你有用JQ 你就可以考慮用 DarkTV 如果你有用Pandas 你也可以考慮用 DarkTV 就你比較喜歡 SQL 你也可以考慮用DarkTV 然後還有就是 Postworks 跟SQLite 的使用情境 你也可以考慮用DarkTV 然後最後就是 要Callback回去 就是 我覺得DarkTV 就是一個一直以來 你做Analytics 會很想要的Database 那 給更好的自己 一個一直想要 Database 聰明的就懂 這個是那個Skuda的 它 最後的 那個 廣告 然後 就這我想跟大家講 就是 I'm a SQL 然後希望大家也可以開始 嘗試用DarkTV 因為我真的覺得非常好用 而且也非常快速 非常輕易就可以 開始使用 然後如果大家有問題的話 就是 歡迎提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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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80個 就是 專門在處理這件事 或者是 這是那個 剛剛collab demo 沒講到 或者是 如果你比較喜歡用Pandas 讀 讀進來一個CSV 那DarkTV 它其實可以直接 Curry 那個DataFrame 沒關係 就是我 collab上面有示範 你可以看一下 請問一下 可視化 蛤 可視化 蛤 有 而且這就是 那個 那個 G0V的 那個CL搞 它 它那個talk有講 就是 呃 有一個新的Library 叫做 MOSAC 然後它 它就是可以 呃 跟DarkTV很輕易的對接 或者是 就我看過有人 就是SuperSAT 它其實可以直接接 DarkTV 然後還有 DarkTV它 就大家現在畫圖 可能就是 把一個DataFrame 丟進去那些 那個Python裡面的畫圖的 那個Library 那DarkTV它其實可以 很輕鬆的把 在Python裡面的 那個 那個 DarkTV的 那個 它的 relation object 轉成一個DataFrame 只要call一個 韓式就可以轉成DataFrame 所以你其實 你用DarkTV運算完 轉成DataFrame 就可以又接回去你之前 畫圖的流程 喂 大家還有其他問題嗎 請說 呃 因為就是我就是要 呼應就我說 就是你三秒鐘 就可以起一個 instance 你不用像Postgres 就比較heavy 但是一樣啊 你在 你在Python的環境裡面 你開那個collab 它其實就是一個 notebook嘛 你其實也是 一樣就很輕鬆 然後你剛才我WebAssembly 上面可以跑SQL 在Python裡面全部都可以跑 有回答你的問題嗎 有回答你的問題嗎 OK 大家有其他問題嗎 沒關係 對 就可以問 所以那個WebAssembly 它也可以當前段的State 管理 沒 呃 你之前是一個 跑一個SQL line 在你的前端 你只好要存一些東西的話 你可以跑一個SQL line 在前端 那 DuckDB WebAssembly 它其實有 它除了WebAssembly 它也有 那個 JavaScript的binding 它其實 就你以前在 在JS的環境中 你想怎麼用SQL line 你其實就可以那樣用DuckDB 然後如果是 aggregation的 你可以 預期DuckDB會跑得更快 請說 請問它在那個 Python的ORM裡面算健全嗎 呃 它 算 就它有SQL 呃 喔 我不會念那個ORM 但是它有 哪一個的driver 而且 那個 維護那個driver的人 就是DuckDB 官方的人 所以算是還 蠻Active在維護的 請說請說 我想問一下 就是今天 呃 因為我是 AirFolder 嗯嗯 就是想說想是在 AirFold上面 它要用到 然後 因為DuckDB 開起來 就是可以在 就是不用在 DB段 去執行 對 那 假設我今天有一些 中級的這些 資料料 要在 不同的 Task 中間去做一個 限界 那通常DuckDB 它在 它是怎麼 它會存在 什麼樣的格式 去 呃 最推薦的方法 應該就是都轉成 ERROR 但是其實我剛剛有看到你的 投影片就是 你們其實 內部轉換就是一個 DataFrame 那像我剛才講 就是DuckDB要轉成 DataFrame 是超級容易的事情 就是它只要一個 那個relation 後面接一個 DF的 function 它就cover成一個 DataFrame 所以你等於說 你就多寫四個字 就可以 完全 跟你原有的 變成PandaFrame 對對對 但是 變PandaFrame 就是你可能還是會遇到 Memory的問題 因為 PandaSt 一樣就是它完全 Logic Memory 就是它是整 它是完全Colonel的 那 呃 是完全的Colonel 簡單來說就是它 比較不會發生Memory的問題 對對對 哦哦 然後就是我覺得 最好的 BestPretty 應該還是轉成Arrow 就是你轉成Arrow 在你的各Task裡面 轉來轉去 應該是比較標準的 那為什麼不轉成Packet 哦 呃 轉成Packet檔也非常容易 那 轉成Packet檔 因為 就你的Task 假如是 已經 Persistence 那轉成Packet 當然是很不錯的 而且就很穩定 但如果你想要 比較高效能 就是Dalt Memory裡面 那其實 Arrow 或者是DataFrame 其實都可以 就轉成Packet 也是一種選擇 而且 DarkDB是很 呃 對Packet的資源是非常好的 就是非常 非常輕鬆也可以轉成 轉成Packet 啊 然後還有 這個要講一下就是 你的Packet你想要寫在S3上面 或者是你想要 在你的Local筆電 或是在哪裡 就是 都是非常 都非常容易的 對對 就 就你有看到 就我最 一開始的那個 query吧 就是 我是 select star from 一個網址嘛 就是 那個網址其實就是一個 S3上面 bucket的 bucket上面的 物件 物件嘛 那 其實就一樣了 就是它就是把那個網址 當作是 一個table 請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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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就 謝謝大 欸 請問請搜 那它對sauce的 那個 支援度 因為剛才比較便宜 它可以接吃s3 或像其他界 那如果是 dbsauce的話 喔 這也是一個 就沒有機會講 就是darktv它可以直接讀 你在 postgres上面的table 你可以直接讀你在 sqlite裡面的table 就是你直接 attach上去 這是什麼意思 意思就是說 他們有一篇官方的blog 就是 postgres 存postgres去跑原生的tpch的benchmark 跟用darktv先去讀postgres裡面的 就 tpch的那些table都先建在一個postgres上 那 postgres去執行tpch的那些query 跟darktv去讀 那個在postgres裡面的那些資料 再來 darktv內部執行 結果幾乎 就是效能還是比 postgres 全部postgres 跑來的快 這是很 很 很誇張的事情 就是因為它其實 你還有一個transform的overhead 然後但是 因為darktv它的 比較colon 然後 它的optimizer也比較聰明 然後 所以 跑的比postgres原生還要快 所以回答你的問題 是它是可以直接讀 postgres 跟 sqlite的 但其他db就 sourced就沒有支援 但有一個也蠻 蠻興奮的事情 就是 它之後 之後 之後開始支援 就是icebird table 那icebird table 現在其實也 越來越 變成 就一部分的 就一部分的標準 所以我認為這是 是很有潛力的事情 請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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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有提到 pandas 詳細數字 詳細數字我有點忘記 對對對 但 應該說 就是 這個講一下那個背後的原理 就是 那個 pandas 他是完全 column 也就是說 你要處理某一個 那個 column 他要完全讀進 memory 但是 duckdb 或者是polars 或者是datafusion 他們是 raw group 也就是說 一樣是取一部分的 假設本來有 一萬個raw 就是一萬個狠的 那 pandas 他算可以挑 你要算的哪些column 來運算 但他必須把那些 一萬個 那個column 全部讀進來 但是 duckdb或者是其他 processing engine 他們是 一千個 一千個 一千個的 這樣子 Streaming的去處理 所以 詳細 那個 經驗法則 如果我還沒看過 我就會 不太知道 但是 至少我自己是 在用duckdb在python中 我 沒有遇過memory error 所以我可以 16GB的 memory 注意 應該不行 但是 但是 我覺得 16GB 要處理 32GB的資料 應該是 跑得中了 而且 不太會遇到 memory error 好 那如果還有其他問題的話 就可以來 前面問獎子 那我們 非常感謝 Done 謝謝 那下一場的時間 會是